今年的校外教学 要去花冬三天两夜 狐狸猫与小树蛙 在游览车上吃着零食 兴奋地谈论着这次的目的地 我们今天第一站要去的地方 是花莲的松原别馆 这里占地138公母 小树蛙,公母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有学过面积的单位 平方公分和平方公尺 公母也是一种面积的单位哦 原来如此,哪一公母有多大呢? 你还记得一平方公尺有多大吗? 哦,我记得边长一公尺的正方形面积 是一平方公尺 一公母就是边长十公尺的正方形土地面积 我知道边长十公尺的土地 面积就是十公尺 乘以十公尺是一百平方公尺 答对了 一百平方公尺就是一公母 公母的国际通用符号是A 那我们等一下要去的松原别馆 你知道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尺了吗? 嗯,我想想 一公母是一百平方公尺 一百三十八公母的话 就是一百三十八个一百平方公尺 也就是一百平方公尺的一百三十八倍 是一万三千八百平方公尺 没错,你真聪明 哇,听起来面积好大 学校排球场的面积是一点六二公母 也可以说是多少平方公尺 解题 一公母是一百平方公尺 一百六二公母就是一百六二个一百平方公尺 也就是一百平方公尺的一百六二倍 一百乘以一百六二是一百六十二 排球场的面积是一百六十二平方公尺 小树蛙与狐狐狸猫等人逛着松原的主体建筑物 这是一栋二层楼洋楼 这栋建筑物有两层楼 面积共是三百七十平方公尺 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建筑物的风貌 小树蛙三百七十平方公尺是多少公母呢 狐狸猫我们可以先想想看 一公母是一百平方公尺 一平方公尺可以说是几公母呢 我想想因为一公母是一百平方公尺 那一平方公尺就是一百分之一公母 也就是零点零一公母 哦,那三百七十平方公尺 如果要换算成公母 就是三百七十个零点零一公母 也就是零点零一乘以三百七十 是三点七公母 没错 爷爷乡下的老家 有一个面积六十平方公尺的菜园 六十平方公尺也可以说是多少公母 解题 一平方公尺是零点零一公母 六十平方公尺就是零点零一乘以六十 是零点零公母 下午抵达民宿 老师请大家稍坐休息 民宿的风景非常漂亮 小树蛙发现民宿外面有很大的空地 哇,这里真漂亮 感觉很大 为了让大家可以玩得开心 我们保留了外面的空地 并加以装饰 晚上还可以在这里烤肉哦 老板,这里大概有多大呢 外面占地大约是五公母 二十五平方公尺 狐狸猫,你知道五公母 二十五平方公尺 是多少平方公尺呢? 哦,我知道啊 一公母是一百平方公尺 五公母就是五百平方公尺 再加上二十五平方公尺 就是五百二十五平方公尺 那五公母,二十五平方公尺 也可以说是多少公母呢? 一平方公尺是零点零一公母 二十五平方公尺是零点二五公母 五公母和零点二五公母 合起来是五点二五公母 国际奥运游泳池的长是五十公尺 宽是二十五公尺 面积是多少公母? 也可以说是几公母 几平方公尺 解题 游泳池的长是五十公尺 宽是二十五公尺 面积就是五十乘以二十五 是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 一平方公尺是零点零一公母 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 就是十二点五公母 零点五公母是五十平方公尺 所以十二点五公母 也可以说是十二公母五十平方公尺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烤肉 玩得不亦乐乎 每个人都期待着隔天的行程 小树蛙 你明天又去哪里? 我记得是要去海洋公园哦 好期待哦 小朋友 你知道你们学校的操场 有多大吗? 测量看看 学校操场的面积 是多少公母 又可以说是几公母 几平方公尺 很高尺 是终得并不浪费的 有多大不 小树蛙 但是 又 compuls不 Cow 很高尺 吴